打开微信 扫码健全与车友大V开启热聊 哈喽 大家好 这里是老司机纯电续航实测 我是小贤 今天开始我们要进入夏季榜单了 然后来到榜单的这台车呢 是长安CS55纯电版 这个名字可能你们比较陌生啊 但是之前在网上呼声很高你们让我测的这个长安E-ROQ就是这台车 现在它的正式的官方名字叫长安CS55纯电版 然后这台车呢 它会有两个电池容量的版本 就是两个续航版本 第一的版本是403公里的NEDC 然后高的版本就我们今天拿到的这个605的NEDC 非常强大 然后这台车它的电池容量是84.2千瓦时 所以还是非常让人期待的 我们今天全天依然是70%市区加30%高速 空调开到22度自动 并且二维地图记录所有的行驶轨迹和里程 最后给你们看 这台车呢 说两句 我觉得它还蛮值得期待的 因为虽然说还没有上市 上市因为疫情的问题会延期一些 但是它的售价区间 我看差不多可能会定在16到20万之间 所以目前市面上在我印象里 20万以内NEDC能超过600公里的 应该它是第一台 所以基于这点我觉得它还蛮值得期待的 那今天就看它最终的成绩是怎么样的了 开始吧 哈喽 30%高速总结 这回已经跑完高速 然后我们下来了 于是我迷路了 但是跑虚航迷不迷路根本就不重要 现在在一条乡间小道上 环境还不错 我来说一下 因为这台车呢 还是没有找到电量百分比 所以我们是用充满电后的表显续航 来算30% 然后算下来 605公里的30% 就是表显了181公里 用来跑高速 那我们上到高速真正起来 速度的时候 表显剩余是550公里 那高速结束以后 表显剩余369公里 就是刚刚好扣掉181公里 那这种情况下 真正在高速上行驶了有143公里 这个比例真的挺扎实的 相当扎实 在我最近很长一段时间 跑高速的比例来说 表现是最优秀的 电耗的部分是17.7度每百公里 相较于SUV车型来说 电耗也算是比较低的 所以我对这台车 目前整体的续航表现 非常期待 去城市里看 哈喽 城市道路总结 现在已经快12点了 打起精神跟你们说一下 整个下午加晚上的情况 我们选取了其中几段作为记录 在表现340公里的时候 我清零了一次 然后到表现240公里的时候 我看实际上 我在路上也跑了100公里整 就是1比1 然后后来我又清零了一次 发现它还是在路上跑100公里 表现掉了101 02公里 就还是1比1 就整体的电耗非常的稳定 包到了晚高峰的时候 它的电耗也没有明显的异常 整个下午的电耗都保持在 13.9度每百公里 在很堵车的时候 超过一点点14度 但很快又回来了 所以整体这台车在城市里 还差不多跟NEDC 就是一个1比1的水平 在夏天开工条的时候 现在最后我们还有几十公里 继续跑完 看最终的成绩 反正挺炸实 哈喽 我终于跑完了 又是非常难忘的一天 这台车真的挺棒的 最后一段是这样的 当续航升到25公里的时候 它就会显示杠杠杠杠 就是告诉我没有什么续航了 在这种情况下 我大概又跑了22公里彻底趴窝 然后这台车整体在各个阶段的续航表现 都非常扎实 包括城市 包括晚高峰 包括高速都还是很好的 有一点不足的就是在趴窝之前 它没有一个最终提示 就是很多车在最后一两公里的时候会告诉你 马上即将没有了 你赶紧靠边停车 但这个是没有的 只在最后剩30公里的时候 有一个提示说你赶紧充电 我觉得这一点厂家可以在最终调试的时候 加上会比较好一些 但整体还是扎实的 然后我们全天看到二维地图记录 总共跑了13个小时50分钟 总里程是572公里 这个成绩加到AEDC的是94% 之前小鹏P7656公里的AEDC 我们驶跑了574公里 而这台车605公里的AEDC 我们跑了572公里 AEDC差50公里 我却只驶跑了2公里 这台车确实是扎实 接着我们来看看老司机纯电续航实测夏季榜单 根据实测成绩 它毫无意外地排在第一名 AEDC续航长加上实测的比例也很扎实 所以当之无愧 没什么可分析的 难怪大家呼声高 你们的眼光很好 接下来期待更多600公里AEDC的车子 给大家选择 毕竟续航长一点 放心多一点 最后是算这样的时间 这台车84.2千瓦时的电池容量 如果说你用家用充电桩 那么全国最便宜时段的电价 有的地方可以到三毛钱一度 那充满整箱电差不多只要25块 如果说你像我一样到国家电网 而且还选择最贵的时段充电 1.8亿度的话 那么充满整箱电需要150 是这么个区间 今天就这样 拜拜 喜欢记得分享哦